街舞四投票活动开启 四支战队排名 王一博断层排名第一 这就是街舞四邀请了王一博 韩庚 刘宪华 张一星担任队长 战队集结令的投票活动开启 截止发稿 态度大师战队获得了107285条毛巾 世界一流战队获得了118787条毛巾 核心武器战队获得了384971条毛巾 王一博战队断层排名第一 票数领先其他战队一位数 有的战队获得的毛巾投票数量 仅仅只有一波王闸票数的零投 反超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一波王闸的多位队员回归第四季 杨凯 步步 小鸡 杨文涛 CC等人的人气也很高 他们通过舞蹈作品 获得了大家的喜欢 很多观众也为了舞者而投票 王一博的战队的毛巾数量 才会断层是领先其他三支战队 四位队长的人气都很高 只是粉丝群体不同 就像韩庚队长 在这次战队集结令的投票活动中 态度大师战队获得的毛巾数量不多 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人气低 只是粉丝群体不同 关注的地方不同罢了 战队集结令的投票活动开启后 距离节目播出也不远了 很多观众也提出疑问 毛巾数量排名第一的奖品是什么 或是能够给战队带来哪些帮助 毕竟谁也不想平白无故投票 用自己的努力去给节目组刷数据 最后只收获了一些数字 对于节目组而言 既然开启了投票活动就应该告知奖励方案 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要再出现1万元奖励 王一博首次担任队长 组建战队以后 一波王闸在其舞比赛中获胜 按照以往的规则 获胜的战队能够获得晋级名额 或者是让淘汰的舞者复活 王一博的战队获胜后 奖励却是1万元 对于这个奖励 一波王闸的队员提出质疑 其他战队的舞者也非常疑惑 专业比赛确实会奖励现金 但在这档综艺节目里面 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战队平实力拿下第一 却没有复活名额 这也导致大饼被淘汰了 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投票复活环节 王一博的粉丝非常给力 投票打榜实力很强 一波王闸的多位队员 都有机会参加复活赛 但是大饼 杨宇婷 公孙吴明等人相继发文表示 放弃复活资格 节目组操控节目规则 也让很多排名榜单形同虚设 舞者参加节目以后 能够增加自己的人气 但很多舞者 包括很多知名舞团 参赛的舞者寥寥无几 五家五的腾子回归 但是冯正 杨文浩等人却没有参加 X Crew是非常厉害的舞团 但是杨宇婷 大饼也没来 Oh Dog很多优秀的舞者 也没有参加这就是街舞 作为一档竞技类的综艺节目 节目组不能保证每一位舞者 都能取得好成绩 却能够给舞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 除此之外 在投票活动中 节目组需要明确规则 除了给第一名奖励 其他三支战队也可以得到奖励 因为这些毛巾数量 都是观众辛辛苦苦投出来的 第四季的战队集结令活动中 王一博战队的毛巾数量断层领先 一波王闸在四支战队中排名第一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是大家努力换来的 其他三支战队也不能忽视 因为第四季才刚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面呢 哈喽